所以,经理论,经是没有造的,经是父讲的,是别人记载下来,记载的时间连一个字都不能改,完全按照父的抠气而记载下来的,所以翻译经也不能加自己的意见,所以要按照父的意思翻译出来 所以,经是不是造的,经是父说的,律是为官吏所有的众生,所有父弟子而起的戒律 论是造的,论是造的,论是按照这个父说讲的重点,父说讲的里边说的所有的内容和内涵 和记在一块儿,在把律里边,把律里边的条律,和记在一块儿来写出来的,就叫论 论是要靠众生来造出来的,他是依据父所说的,父说经四十九年 这论就是在这四十九年里边,不说说的重点,而作成一个结论,成为论